嘿我是Joey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今天天氣超級好 非常適合用我背後這個東西 沒錯我今天要講的就是我自己做的這個 Hammock Stand 吊床架 那說起這個吊床架我想要做的第一個原因是 因為我在寫的這個Programming Language的作者 他有講過一個talk叫做 Hammock Driven Development 我覺得這個概念非常酷 所以我一直想要嘗試 第二個更直接的原因就是我在Costco 找到一個這個20塊特價的吊床 買回家之後發現我家裡沒有樹 所以根本沒辦法吊在後院 所以後來想了一下我又很想要躺吊床 乾脆自己做一個 沒錯我這個頻道開始會有新的支線 就是手作還有DIY的內容 所以如果你喜歡這類的東西 別忘了訂閱 老實說這個Hammock Stand 的製作 沒有想像中的這麼難 我參考了大概兩個YouTube影片 然後加上我一點點的木工經驗就做出來了 他用的材料就是7跟2x4 就是美國拿來蓋房子這種Framing Lumber 現在的2x4已經比較貴了 但是一根也才大概不到10塊 加上螺絲跟Nuts & Bolts 這整體的成本應該不超過七八十塊 製作過程其實非常簡單 就是把所有的木頭切成適當的長度 下面這兩條基本上是留著原本的長度 旁邊大概要切一個65度的斜角 最重要的部分就是這個三角形的鋼性結構 它主要會支撐住這兩個旁邊的側邊柱子 還需要一個這個不鏽鋼的圈圈 可以讓你掛掉床 我自己也把一部分的結構用到整Bolt 想說有機會冬天可以拆掉 然後夏天再把它組裝回來 最後所有的東西組裝好之後呢 我再用了這個Deck Stain 就是室外用的這種防水 Stain 把它塗過一遍 我自己也算一個木工新手 那我覺得這個Project 非常適合新手 第一個原因是 它的成本非常的低 所以你真的做壞了 也不用擔心你會損失一大筆錢 第二個它需要的工具 其實很簡單 就是切跟索羅斯而已 如果刻那一點 甚至你可以用一個手具加一個Drill 就完成所有的事情 第三個優勢是 這個吊床本身就會晃來晃去 所以它的容錯率非常非常的高 你就算東西沒有對齊 或者是有什麼東西歪掉了 你躺上去之後 你也感覺不出來 話是這麼說 我還是踩了非常多的坑 第一個是我在切木頭的時候 有些東西沒有support好 它就很容易歪掉 或者是它的腳就會被Split 就是它腳就碎了 第二個呢 是選木頭的時候 其實有那種Treated Lumber 是專門給室外用的 我選的是這個沒有Treated 所以我自己還要再加一層保護 還有一個很Painful的點 是我想要鑽一個很長的洞 讓我的Bolt可以穿過去 但是我的Drawback不夠長 所以我從兩邊這樣鑽 最後中間沒有對齊 我中間搞了超久 用盡了各種方法 終於才把那個Bolt穿過去 喔對了 還有最後一個坑 就是這個 我買了一個錯誤長度的Bolt 所以它凸出來超長的 踢到這個非常痛 這是一個Bug 但是身為一個工程師呢 我們不寫Bug的 所以我把這個 變成了一個Feature 我做了一個這個手把 然後把它套上去 它就變成了一個 這個移動的時候的把手 沒錯 這是Feature 那現在呢 我要講講什麼是 Hammock Driven Development 吊床驅動開發 這個東西呢 是Rick Hickey 在一個Talk上面講的 那Rick Hickey 就是Closure的作者 雖然它叫Hammock Driven Development 但是我覺得不只是 程式開發 在解決複雜問題的時候 都用得上 它那個Talk的主要內容 就是在講說 我們要做的不是Feature 而是要解決Problem 當然很多Problem都是一些複雜的問題 所以在前期做好的分析還有Design 可以後期避免很多不必要的Bug 那要做一些分析跟Design的時候 最需要的就是Focus 那它裡面就有講到 電腦對我們工程師而言 就是最大的干擾 所以呢 這時候Hammock就非常重要 它可以讓你遠離這些干擾 認真的Focus在想一件事情 最重要的是 在裡面的時候 別人會不知道你是不是在睡覺 所以他們也不會去吵你 想過這些事情之後 其實不會馬上解決 反而會像是背景程式 在你的腦子裡面跑 給它一段時間之後 可能就在某天醒來的時候 你就會想到方法了 所以Hammock其實是一個 非常重要的開發工具 那那個Talk的內容 遠遠不止這些 推薦大家去看一下 接下來呢 要講講這個Hammock 跟我Routine的關係 你們現在看到的狀態呢 就是我工作日下午的狀態 我們工程非常助作Flexible Work 所以我們很有彈性 只要是天氣好 我下午就會來這邊坐坐或是躺躺 有時候單純只是我精神不好 那我就帶著棉被 然後進來睡個午覺 還蠻爽的 另外有時候可能是我解一個問題 秀一個bug 卡住了 解不出來 我就會躺在裡面 想這件事情 有時候想一想會睡著 有時候想一想會想到其他的問題去 不過呢 確實讓我的腦袋思緒 在沒有干擾的情況下 可以去重新審視這個問題 那離開這個Hammock之後 我確實精神更好了 畢竟我已經睡了午覺 一些難解的問題 我也會有新的想法 無論是重新審視這個問題的本身 或者是想到一些新的解法 所以呢這個Hammock呢 就是我現在的核心開發工具之一 除了電腦、鍵盤、滑鼠之外 這個Hammock 也非常非常的重要 如果你有頂樓、陽台或者是後院 非常推薦這個 Hammock Driven Development 它是一個非常好用的 午睡工具 加上思考工具 歡迎大家試完之後 再留言告訴我 有什麼心得 如果你有什麼特殊的開發方法 或者是午睡方法 也在留言去告訴我 那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